少数民族的人家欺负 比如说今天晚上 马花敢来财场吗 不敢的 梧桐敢来财场吗 他敢来的话 闭着讲的话 关麦开车走 我说要打架 他讲不要打架 我给机票你还是回去 为什么 一打架明天 全部讲华人心动 刚打马来人 对吧 但是他们去打马哈跌的人 马哈跌跟你讲 他们去马哈跌的论坛 丢鱼纸丢血纸丢那个烟雾弹 马哈跌的人做他 打打打打打给警察 他马来人打马来人 没有问题 因为你敢流氓 马哈跌讲 你这种招数是我发明的 给人屌 你在这边踩一场 对吗 你别发明的时候 你还穿那样布 你都马来青年 来踩我的厂看到吗 很多东西是我们华人不能讲的 大家怎么懂 马来人忘恩负义 马来人贪污不知廉恥 马来人 吃了好处过的就 不会在乎他们领袖有贪污 马来人好自然做 没有诚信 如果这些话由嘎发先讲 或者是邻居想讲 新东党的总部放火烧掉 对吗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 不能讲 所以老马活了 老马赶掉 所以我们给一个掌声 老马 我没有说老马是好人 老马是枭雄 但是我是历史学博士 我告诉你 创造伟大历史的人物都是枭雄 秦始皇是枭雄 随洋帝是扑爱 所以改变中国历史的是秦始皇 毛泽东是枭雄 蒋介石是枭雄 对岸的李光道也是枭雄 你再看现在习近平 普丁 安倍晋三 菲律宾的总统 台北市长柯文哲 全部都是枭雄 你相对看很多人讲 林冠林西北南西 我说yes 但是往往南西的人是枭雄 能够做很多大事情 视频霸文的人 没有办法做大事情的 所以马哈店是枭雄 你看了林冠英 那种LCLY 但是你要选林冠英 还选徐始更 对胡同这种赶爬的人 你要选一个人 对吗 你要选林季湘 还是选廖宗来 廖宗来 你自己讲 对吧 你看邓章青也是海南甸的 我他妈的风景 你要选邓章青 还是要选马华那些 怎么可以要问墙 我没有得罪海南人啊 我妈妈也是海南人了 不好意思啊 你在海南工会没人骂我 同马跟你一样 在座各位 如果有70岁 像我爸爸这样70多岁了啊 80岁 90岁了今晚有没有 没有啊 现在马来西亚有两个老人啊 真的是吃了东干阿里 吃了那个V糖 一个就是92岁的老马 一个是76岁的林季湘 每天晚上整阿玛 他妈的比我还厉害 我都是八五八六礼拜 他们一个礼拜七天了 每天晚上整阿玛 为什么 你说 马地到底求什么 我今晚跟你解释 历史学博士跟你解释 没有空抗的 没有欧北共 人差不多要进棺材 92岁了咯 林季湘讲的 还是最后一次咯 76岁了 差不多要去建阿玛 要去进棺材了 能到最后那几年求什么 问问自己 钱你有了 大把钱 马地没有钱 大把钱 求四个字 历史公民 历史公民 因为你死了过历史学者 就是我们这种人 我成了名叫历史学家 没有成名叫历史学者 英文叫Distorian 我们写历史的 你这个是暴君 你这个是萧雄 你这个是英雄 你是民族好汉 全部是历史学家写的 马地一辈子做很多坏事 到最后晚年 希望做点好事 马来民族底下 其实他哪一波的 为什么哪一波 他本来就是 武统的右派的马来民族主义史官 把马哈迪定位成什么 现代化之父 或者发展之父 他在小学课本 中学课本都是这样的 对吗 在座有国中生读的 对不对 读中可能没有读这个 现在马哈迪跟拿据一条冲 课本都不进了 那武统真的凶到啊 像日本仔一样 日本仔就 篡改历史 南京大菩萨 他说我们没有侵略中国 我们进出中国 他妈进出中国 所以中国为什么叫土耕之本仔 因为篡改历史 明明你侵略中国 但是你说进出中国 所以马哈迪跟郝元 他都还没有死 马来西亚伊根首相 到马哈迪22年不见了 课本 所以我们的国会议员 什么名字啊 这个目那个光头的 明明你侵在国会问 他们在想 啊那个不是我们的 那个是书商教科书 他妈的 书商教科书不是你叫他敢这样大胆的 敢马哈迪都干掉 所以马哈迪求什么 简单 马哈迪是全民工具 那句是全民公敌 我们善用工具 对人公敌 因为我从小学成语 公义善其事 被先立起气 马哈迪是一个最尖的一把刀 在甘邦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了 我们去咖啡店问他 给人家这样 马哈迪带都去 我们走会有风 看到没有 所以有马哈迪在 马哈迪讲一句好 过我们讲一万句 马哈迪参加我们行动党的代表大会去年 他结果出来过开记者会 我们没有要求的 他自己开记者会他讲了 他讲什么 哦 我以前误解行动党 三拉第五 讲错 我一直以为行动党是讲华语的开会 没想到行动党大会是讲马来文 他们党歌也是马来话 刚才也没有开党歌给他们听啊 啊 D-A-A-B D-A-A-B 没装温度 那一马来西亚 有没有 有没有唱 没有唱的嘛 所以马哈迪讲一句好过 我们讲一万句 马哈迪自己以前放毒的 他现在自己去解毒 几十年他在甘邦放毒 现在他去甘邦讲sorry 因此想以前我冤构他 因为他是我真谛 我有份抹黑他 现在sorry